随着国庆的走到前台,中国组叹00后的希望之心,也一个个涌现出来,整体来看,以下五年的勇奥脱颖而出,我们期待他们的发展。 黎腾龙2001年小将黎腾龙效力于莫斯科中央陆军青年队,他放弃了俄罗斯国籍,选择了为中国踢球,这位在华人圈之名的妖心,从俄罗斯回到中国,外界都期待,他能够展现欧洲优质清聚球员的风采,拯救中国足球。 陶强龙陶强龙毫无疑问,是目前中国足球00后,名气最大的球星之一,从13岁开始就不断跳起的他,可以说天赋无穷,早早成为国庆球员的陶强龙,只要继续这样的发展势头,说不定国家对大门,也会提前为他敞开。 陶强龙海同为01年零段的跳级生,陶强龙海早就被开价3000万,从数字来看,已经能够证明他的价值不菲,这位扩售陈耀东,陈耀东跳级国庆球员,目前发展前景也是一片光明。 张慧宇说年轻精彩,只能少得了徐根宝的最新出品张慧宇,16岁的张慧宇被认为很有前置,天赋甚至超过无垒,能够获得了恩师这样的认可,可以说张慧宇的前途无量。 当然张慧宇的足球事业才刚刚开始,不过他在上海梯队,已经取得了一个又一个好成绩。 王家豪去年,为报评选,出生于西班牙的17岁中国小将王家豪选入来全球未来流石大新星,这位00号小将从小便在西班牙接受足球剧练,剧西,很多西甲剧乐,不都在密切关注着这位中国小将。